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 淑女家務事 萬萬睡繳不完 網路節稅法和妳繳更多 很多人會覺得說 買保單一定可以節稅 如果你買的是 除續寫 每一年配的利息 在二十七萬以內 好多不用繳稅喔 是超過二十七萬以上 就要併錄到妳的 個人綜合所得稅 真的可以到稅最多的就是 不養清楚 因為這件事情 兩個兄弟就大討一下嘛 哥哥不養爸爸嘛 居然收到了一張 股稅單 爸爸呢 其實他就 偷偷的去買股票 收入三十萬加進去 多繳四萬兩千四百塊 哎呀 到了五月 大家覺得心有點痛 真的 真正痛 不是因為母親節要到了 是因為 為什麼呢 繳稅的季節又來了 真的好痛 好痛 覺得荷包又好像會 少了那麼一點點 但沒有 繳稅是我們國民陰境的義務 大家覺得非常榮幸 真的 切換得很快喔 對啊 就是這樣我們要覺得能繳稅 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們要很正面地面對它 是的 但是呢還是要有一些方法 讓我們可以稍微節一點稅 進一點國民的義務 但是同時也進一點 緊緊的義務 所以要來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很聰明 然後可以節稅的方式 來說出來 大家聽聽參考參考喔 報稅這件事是我在我人生這五十一年來 唯一五十一年了 對啊 我五十一歲了 對 我看不出來 五十一年來 我就是很沒有辦法去認真的去了解的 其中幾項事情的一件 其實我也是 你報稅一講到報稅我頭好痛喔 對 真的我們也是講到稅影啊 從公司開始到家庭到個人喔 就已經一頭亂了 很複雜 可是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都是常常會以為說 這個可以 那個可以 而且聽人道聽途說 聽到一點小道消息就覺得好 一定要立馬的把這個東西做好 像以前是自己一個人 還沒有結婚前就是 反正有什麼單據 就是時報嘛 對不對 你們天天撈爆 而且以前 你知道扣了那時候不心疼 因為一整年下來之後 你被扣了好多 你就不用再繳 因為那時候賺很多 那時候就不用再繳那麼多歲了 對不對 因為你都已經被扣很多 對 但是有了小孩之後 你就會開始想盡方法說 既然我都生了 那我是不是應該 他們可以幫我一點 譬如說像我們家小朋友的 保險是從生出來就買 對 買保險呢 人家說這樣子買是最划算的 因為他們年輕買就便宜 對 然後在家有儲蓄的話 那時間買得久的話 等你早一點繳完 對 對不對 就是最簡單 然後完了之後就變成說 那個扣點錢 我想說 那買多一點是不是就可以扣越多 你知道 就那種心態 媽媽心態 所以我就會幫他們聊 其實也沒有說買到多少 一個人大概就一年十幾萬 就每個月大概九千多的 一年十幾萬算很多吧 我覺得應該算夠了 對 可是 然後我就很傻眼 然後我就問會計師 會計師說 錢他姐其實基本上 還說他就是有上限的 他有一個額度在的 對 對 可是你知道那時候不知道 所以相對的就默默地接受了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買保帶一定可以接 但其實它就有幾個前提跟現象 第一個 如果你買的是除序鞋 對 瓜瓜說他可能就是 確實每一年配的利息在27萬以內 通通不用繳稅喔 但是如果配的利息是超過27萬以上 就要 並立到你的個人綜合所得稅 沒有 沒這麼多吧 所以就是大家回去看一下 你現在說的是個人不是小孩 不是 是個人 個人 個人自己 大人自己 對 就是你買保險看 你是用誰的名義 然後你的收益人是誰 可是你可能自己不是還有一些 儲蓄的利息嗎 那個要往27萬裡面算嗎 對 那就是往27萬裡頭算 這是第一種狀況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 剛剛前姐講的 我一年呢 繳十幾萬 然後可能會繳十年 二十年 那你鐵定超過 所以呢 你有沒有算過 就是你二十年領回的那一筆錢 大概是多少錢 三四百萬嘛 對不對 沒有算過 因為他還沒有買二十歲 小孩子 對啊 拜託你趕快跟你的保險經驗人 聯絡好嗎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次領回是多少錢 對啊 那個 你那個券公保的是什麼 沒有 我們公司要的保險 找他的 對 因為這會牽涉到 你是不是超過我們的額度 就是兩百二十萬的 贈與稅的額度 因為如果你領回的 一次領回的錢 超過兩百二十萬以上的話 你就要呢 一樣嘛 是病入個人症和所得稅裡頭 像之前有一個 非常經典的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媽媽 有個媽媽呢 她也是買儲蓄險 她買的是六年期的 儲蓄險 她每一年要繳的錢是五十八萬 那她的保險經驗人就跟她說 沒問題啊 五十八萬啊 也不是兩百二十萬嘛 所以沒有問題 絕絕對對可以結稅到 結果沒有想到六年過去之後 因為是每一年繳五十八萬 所以她六年下來 她總共領回的錢 總共是三百六十萬 結果當她的這個女兒 因為她是媽媽幫女兒買 結果當她女兒一次領回 三百六十萬的時候 國稅局很厲害的 布下天羅帝王 立刻就叫她補稅 她嚇一大跳 她是說 可是我每一年五十八萬 是符合兩百二十萬啊 國稅局說不是這樣算 你要看的是你 一次領回的金額是多少 所以就是三百六十萬 減掉兩百二十萬 她還要再補這個差額的稅 這個案例舉得很好 因為其實前一陣子很多那種 什麼兩年 三年 六年的 這一種儲蓄型的寶貝 對 很多人都會買 沒錯 然後第三件事情 就是爸爸 媽媽 或者是我們的另外一班 他們有買壽險對不對 那萬一他們真的不幸往生了 那壽險的 保險的受益人就是我們囉 對 那這個額度是 三千三百三十萬 我同樣舉一個實際例子 大家會聽得比較清楚 我也這麼覺得 好 比如說 比如說 比如說有一個媽媽 她買了壽險 買了保險 那她的受益人寫我 那不是我媽 她是買五千萬的 這樣的一個給付的一個額度 那因為五千萬 那妳就要扣掉 三千三百三十萬之後 多的這個一千多萬 對 你就要再去 就是 所以我們都要算那個額度 而且是保險的人 跟被保的人是不一樣的話 另外算法對不對 對 好複雜 真的很難 好難喔 所以常常大家以為的算法 其實國稅局不是照 你以為的那個方式算 對 所以今天要了解一下 對 那我要問一下簡律師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靠 買保單來結稅的話 我們要特別注意 哪些法律的問題 原則上 只要指定這個受益人的保險 都不會被課遺產稅 因為很多人去買保險 是為了節省遺產稅 可是要注意就是說 你不要讓國稅局覺得你在逃稅 怎麼說呢 如果我們把遺產花掉 換成保險的話 它不會記錄 可是如果你買保險的時候 是用 短腳的方式 短腳的意思是說一次僥倖 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就會讓國稅局覺得怪怪的喔 之前遇到有一個案件 是這樣子啦 在爸爸的離開的前幾年之內 就買了一筆 滿高額的一個人受險 對 那這時候呢 就也是用一次僥倖的方向去做 那最後爸爸真的在短期內 就不小心往生 意外往生了啦 那這時候國稅局就說 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大量處分你的財產 然後你就剛好走了 那你是不是在逃稅 他就發了一個追稅的這個命令來 那最後呢 我們是怎麼跟法官交代 我們是說 爸爸的經濟狀況 是適合用蹲腳的 而且爸爸是因為 如果是病死就算了 意外走我們哪能預料到 哪是在這個逃稅的 對 那最後是好不容易說服法官 不過他為了節省這個遺產稅 真是繞了一大圈啦 所以說你在繳納保費 買這個保險去節省遺產稅 可能要小心這個狀況這樣子 因為其實想到節稅很多人 第一個想到就保險嘛 可是實際上 很多節稅像你的醫療的收據啦 保費大概一年 你只能夠抵兩萬四 這個應該大家會比較清楚 就是說你在買十萬一千萬 你最多所得稅只能抵兩萬四 然後 所以前借買這麼多 也才兩萬四啦 對 實際上 我看你是有跟我說 我看你是有跟我說 對 一個人 一個人只有兩萬四 那所以其實保險 是真的可以節稅 可是要善用一個原則 就是說 你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剛剛講的 律師講的例子 其實如果你在買保險之後 兩年之內就發生這個事 顧禮賠到遺產這個階段 其實國稅局就會任列回 這個就屬於遺產的部分 所以就是要越早做 因為它會從好像人走 然後回溯追兩年 就是你這缸保單買了之後的 兩年之內發生的 它就還是會算作遺產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邏輯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規劃 那其實最簡單是說 你要 因為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每一年可以 譬如說祭芹可以送我兩百二十萬 對 每一年都可以 這個是不會被瞌睡的 所以基本上 這只有小孩還是非親非故 用人來看 也是兩百二十 用一個人來看 譬如說我可以給那個祭芹 兩百二十萬給佩蓁 就沒有了 我的額度就是兩百二十萬 一個人 一個人 一百二十 一對一就對了 一年 一年一次 對 所以有一個案例就是 有一個爸爸 其實他做對了 他就是每一年就是 他就買了 其實也不多 他買了二十六萬的儲蓄 他也覺得不錯 他隔年之後 每一年可以領十萬塊 是不是聽起來 很好對不對 怎麼那麼好的案例 這是什麼 對 九十幾年的時候 九十幾年買 那個還在 對 早年利率比較好 對 那他想說 我就要保人跟那個被保險 全部都兒子好了 這樣最簡單 所以他就買了他的名義 然後每一年 很聰明喔 每一年領十萬塊誰領 兒子啊 小孩 不是 爸爸自己領 爸爸自己領 受益人自己領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 這叫三代嘛 比如說被保險是兒子 所以在爸爸還健康的時候 就是爸爸領 那之後爸爸不在 是不是受益人就改成那個 兒子自己領 對 但以後甚至改成 孫子什麼之類的 之類的 這個保險很好耶 那沒有了啦 早年才有的啦 現在還有啦 現在沒有 可是現在莉莉的那個 在想問說哪裡在賣 因為沒什麼好 重點是巨虹說還有 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 我的兒子是最棒的對不對 所以在兒子 大概二十幾歲成年之後 他發現了 原來我可以自己 就去 也就是說因為保單 都會可以保單貸款 他又成年了 這張剛剛我講 要保人跟被保險人 都是兒子嘛 因為本來就是要給兒子的 後來他發現了之後 你知道這個兒子 剛剛好他很愛賭博 這玩電玩 他就偷偷的 他不是一次就把錢拿走 他就覺得 我就這個時候 我今年我可能現在 十幾萬先丟出去 然後接下來不夠 我再二十萬 然後交了女朋友之後 很闊氣喔 就 全部錢都是他包 結果這樣大概兩三年下來 他的所有的保單的 裡面的錢 都被帶走了 結果後來爸爸怎麼發現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發現 我每一年不是可以領十萬嗎 我都沒有 怎麼突然 今年我領不到十萬了 對 原來因為保單貸款 如果全部借完到一定的 保單價值就變了 對 他就會把這十萬塊 拿去還這個保單貸款 所以就因為這樣 所以爸爸才發現 為什麼我的十萬 我以為 他以為保險公司把他A走 結果去問 原來是他兒子把他A走 結果他保費還沒繳完怎麼辦 摸摸鼻子 因為這個利率很高 他就後面還有五年 他就繼續把他繳完 對 然後其實實際上他反而沒有 得到他要做的這個結稅 或者是想要得到好處就對了 對啊 這個故事 這個兒子不行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以後如果我們有幫小孩 就是買這種保險 你其實在外面 你其實在外面欠真的很多錢 不但你痛 對 不要亂划 不要亂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趕快來訂閱 кої撒 Belg 越宗 仕